观众朋友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住在LA吃美食的时间了 我记得有朋友告诉我说 他有一阵子就会很想要吃肉 那当他想吃肉的时候 他就会想到韩国烤肉 因为在韩国烤肉吃肉 不但可以吃到各式各样的肉 而且各种不同口味的肉 最重要是非常的划算 那么今天我们住在LA刚好 我就想吃肉 所以我们就来到了 这一家店可是鼎鼎有名在韩国 成了一家韩国烤肉吃到饱的店 所以我们节目还没有开始 我就先下去烤肉了 好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其实他们这里菜单上 有很多种不同的菜色 那么我们可以首先看到 就是他们有一个combo的菜色 里头有龙虾 而且是很大只的龙虾 我现在也正在烤当中 那么除了龙虾之外 他当然还有各种不同的肉 再加上一个海鲜的煎饼 同时还有鱼汤 这就是一个combo 当然还有免费的饮料跟酒可以喝 这就是他们的combo了 另外一个是最多人点的 就是让你all you can eat 让你吃到饱的韩国烤肉 各种不同的肉 有腌的 也有没有腌过的新鲜的 再来就是它也有猪肠 然后也有这个韩国人很爱吃的 有没有 章鱼 不过我们是可以烤来吃的 我们不像韩国人要生吃 烤来吃呢 每种味道都不一样 最重要的是怎么样呢 很多人喜欢吃韩国烤肉 光光只是吃肉哦 他们会把这个所有的配菜 所有的泡菜 小菜都一起吃下去 这样子呢 吃起肉来就非常的清爽 非常的健康 不会觉得让你有油力的感觉 好 然后我最喜欢什么 我最喜欢这一大块的牛排 整大块都是all you can eat 哇 太划算了吧 然后价格你应该想啊 这么多肉 这么多好的料 到底价格是多少呢 我来帮大家公布一下好了 all you can eat中午的时候呢 只要10块9毛9 对 你没有听过10块9毛9 让你知道撑的不行 撑到不行 那么呢 如果是weekend的时候呢 只要12块9毛9 那如果是晚上呢 就16块9毛9 你看 是不是很划算 不管你再怎么吃 都让你吃到回本 太棒了 然后呢 最主要是因为韩国人爱吃肉 所以牛肉也很讲究 猪肉也讲究 当然也有鸡肉 还有呢 他们大大小小的肠子都吃 只要你喜欢 你就会觉得非常好 OK 那我们这个烤肉呢 已经差不多了 其实我想呢 这个观众朋友呢 常常看到我们介绍韩国的料理 所以你也大概知道 韩国烤肉怎么吃 我就不用再多介绍了 那我在等肉熟的同时呢 我就要来吃个海鲜煎饼 丁中海鲜煎饼 是他们非常有名的一道菜 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新鲜的虾子 还有 哇 白色的鱿鱼 而且呢 它加了很多葱 来吃看看 哇 松松软软的 好好吃哦 而且它外皮呢 是煎得酥酥脆脆的 里头呢 真的很松软 然后最主要是你 咬下去呢 那个海鲜 我吃得到海鲜的甜美 然后呢 葱 加在一起 然后这个裹着面粉 好好吃哦 来 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 这里非常有名的 冰冰棒 也就是呢 石锅拌饭 好 这个很有名的石锅拌饭呢 我刚刚已经先拌好了 那你知道吗 一般的石锅拌饭呢 很多店卖的呢 都是冷的 完全没有热 那这里呢 是热的 热腾腾的 然后它这个石锅呢 煮熟了 加热了 然后旁边的饭呢 就有一点像锅拔饭的那种 很好吃的那种感觉 所以有点脆脆的 但是呢 那种感觉我真的 真的没有办法形容 只有你来吃看看 你才会知道说 这里的冰冰棒 有多么的与众不同 这个石锅拌饭 吱吱吱作响的声音 真的很好吃 而且它那个声音呢 听起来就是感觉说 哎呦 这锅饭呢 正在烧当中 太棒了 而且那个酱料 真的是好吃 整个和在一起呢 哇 超棒的 真的感觉像在韩国 吃韩国料理 非常的道地 好 我常常看这个服务生呢 他在帮我们服务的时候呢 都会将这个肉 剪成小块小块的 就是在烤完一半的时候呢 先把它剪成小块小块 这样子呢 你吃起来也好吃 然后呢 也比较快熟 但是要记得 不要生的时候就剪哦 要像这样子快熟了 对不对 就赶快来剪一下 这样子呢 我都已经学会了 好 然后最主要就是这个牛排 这个牛排一样 我们可以呢 把旁边这个 比较肥的部分呢 给它剪掉 肥的部分剪掉呢 你就不会觉得 吃起来腻了 你看上哪去吃 这么一大块的牛排呢 当然就是上韩国烤肉 吃到饱才有这么一大块的牛排 让你吃到高级 既然要尝试一下它的原味 那我就不沾酱 我跟你说 这是没有腌过的 而且我也没有沾过 这样的牛小排 吃起来竟然是如此如此的甜美 真是太棒了 当然我也要来试一下腌过的 看看他们厨师的手艺 腌的手艺好不好 来 同样也是先不沾他们的特制的酱 这个我要讲一下 我同样都是吃牛肉 同样都是不一样 就是同样都是牛小排 有腌过跟没腌过的 那个味道口感完全不一样 有腌过的呢 比较软 比较有味道 口感比较重 没有腌过的呢 有嚼劲 然后呢 很香很甜美 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 你同样一种肉 不同的吃法 就 让你什么都吃到了 哇 太棒了 好 那既然这样子呢 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 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泡菜 很多的小菜 你可以搭配烤肉一起吃 然后呢 你也搭配生串沙拉一起吃 或者是你就跟韩国人一样好了 你就沾一点这个 醋 酱油 或者是他们的味噌 韩国特制的味噌 沾起来一起吃 也是很好吃的 各种不同的方法 就看你们的喜好咯 那我也不客气啦 我也要开始继续来吃了 然后呢 希望官人朋友 有空的话 又不想花大钱的话 就赶快来吃吧 这里呢 一定会让你大饱口福 而且呢 会让你吃得尽兴而归 好 来到这里呢 一定不能错过它的龙虾 来 这么一大只的龙虾 很过瘾的呢 这就是我们combo里面的一道 好 这是我自己烤的龙虾 它们有稍微的腌过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到底好不好吃 龙虾 龙虾本来就好吃 BBQ韩国烤肉的龙虾更是好吃 所以观众朋友 真的爱吃龙虾 来这里不要错过了 真的太好吃了 嗯 对于是 嗯 好